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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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行走 正念身体扫描 正念静坐 湖水观 山观 和其他日常正念小密招 而影响卡巴金博士创立正念减压法的禅师 也有从三禅师 异醒禅师 隔音卡老师和向至尊者等等 很高兴您还记得这么多 而且感受到正念练习对你的帮助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除了每个月会介绍一则与公案或禅师有关的故事外 也会精选一些跟正念有关的书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能进一步的知道正念可以应用在哪一些方面 以及如何应用等等 当然每一个月我们也会因听众朋友的要求再复习一下 以前分享过种种跟正念有关的练习方法 这些都很重要呢 也是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想听到的 禅子老师 那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最近很夯的主题 用正念疗愈内在的受伤小孩 内在受伤的小孩 这话题最近常听到呢 没想到正念也可以疗愈内在受伤的小孩 就如以前我们提到的 正念练习好 就可以从表层意识深入到潜意识 甚至深沉意识 所以可以疗愈内在受伤的小孩 太棒了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书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是一行禅师所写的 和好 疗愈你的内在小孩这一本书 虽然书名并没有提到正念 但书中所用的方法就是正念的方法 了解 那禅子老师 什么是内在受伤的小孩呢 一据这一本书的定义 内在受伤的小孩指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在小时候受过伤的小孩 因为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可能都经历过困难甚至受伤 但因为自我保护和防备未来在受苦 我们往往会故意忘掉这一些痛苦 也把这一些感受和记忆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里面 也因此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就会积累了很多负能量 也让我们的心一直处在紧奔和脆弱不堪一击的情况下 那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一些内在受伤的小孩会怎么样呢 这些被我们忽视而藏在潜意识中的受伤小孩并不会消失 而且他们也期待着我们去关注他们 但是我们因为害怕自己无法忍受 所以我们就把他藏在内心深处尽量逃避不去碰触他们 但是逃避并不能停止我们的痛苦 而且受伤的小孩如果没有得到适度的关爱 可能会让我们的心一直无法安定下来 所以我们会一直觉得心中好像缺了什么 也因此会想找外在的吃鸡逃避这一些痛苦 比如追剧、看电影、交际应酬、喝酒甚至吸毒等等 这样不是更糟吗? 是啊,书里面也提到 如果我们觉察不到受伤的小孩 就无法真正的解决这一个问题 这就会驱使我们做出更没有智慧的事情 而这一些行为也会使我们更受苦 也使得我们的内在小孩再一次的受伤 那正念可以如何帮上忙呢? 一行禅师说 正念就像一盏灯 只要我们能点亮了正念的灯 灯的光明就可以驱散黑暗 而且正念的练习可以开发出滋养的力量 并唤醒存在我们身体细胞内的觉知和智慧 正念的能量因而可以使我们内在受伤的小孩得到疗愈 那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必须聆听内在受伤的小孩 有时候受伤的小孩需要我们的关注 这个小孩可能会从心灵深处浮现 如果我们有正念绝照 就会听到他们的呼救声 这个时候 我们要放下所做的事情转而回向内心 温柔地拥抱受伤的小孩 我们可以用爱的语言直接跟小孩说 以前我眼离你 使你孤单 现在我感到很抱歉 我要拥抱你 也可以说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 我一直在忙忽略你 现在我会照顾你 如果有需要 你也可以跟小孩一起哭泣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有需要 你就可以坐下来跟小孩一起呼吸 然后心中想着 吸气 我回到我的受伤小孩 呼气 我照顾我的受伤小孩 缠着老师 那这每天要练习吗 是的 这一本书的建议是 最好能够每天练习 也可以一天练习好几次 这样才能够达到疗愈的效果 我们温柔地拥抱 内在受伤的小孩 告诉他 我们不会再令他失望 或忽视他 如果我们知道 怎样回到内在小孩的身边 即使每天只聆听他 五到十分钟 疗愈的效果也会很好 这种聆听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 比如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我们可以邀请内在的小孩一起去 或者当我们对着 落日沉湿静心的时候 也可以邀他一起来 欣赏落日之美 这样修炼几个星期 或几个月后 内在受伤的小孩 就可以得到疗愈了 禅子老师 书中有提到 透过练习 我们会了解到 内在受伤的小孩 不仅仅是只有我们自己有 父母亲受苦的时候 他们也许不懂得照顾内在的小孩 所以他们心中也有受伤的小孩在 因此当我们练习正念疗愈 心中小孩的时候 我们也为疗愈父母的受伤小孩而准备 我们的练习不是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父母和其他人 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 这在书里也有提到 这是因为父母亲不懂得照顾内在受伤的小孩 因此他们把受伤的小孩 移传给我们 而我们就是要停止这样的循环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治疗好自己内在受伤的小孩 我们不仅仅释放了自己 也会释放伤害过我们 甚至虐待过我们的长辈 因为虐待过我们的人 也有可能曾经被人虐待过 所以有很多的人 当自己修炼过一段时间以后 减轻了痛苦 并得到了转化 他们和家人以及朋友的关系也都变好了 这让我想到 有些人家庭关系很紧张 家人间沟通不良 是不是就是因为彼此内心中常有受伤的小孩呢 这是有可能的 这本书中提到 我们受苦是因为没有接触到慈悲和理解 如果我们能够为受伤的小孩 生起正念慈悲和理解 我们的痛苦就会减少 当我们能够滋养正念慈悲和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让别人爱我们 从前我们可能是猜疑所有的人和事 慈悲可以帮助我们 产生与别人连结并恢复沟通 也许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 他们心中都常有一位严重受伤的小孩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自己 就能够帮助他们 而当我们能够疗愈自己内在受伤的小孩 人际的关系也自然能够恢复和谐 而我们的内在也将会有更多的平静和慈爱 这很重要呢 禅子老师那在这书中 有没有提到具体的练习方法呢 有书中有提到好几个具体的练习方法 有兴趣深入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一本书 现在我们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用整念观呼吸来疗愈我们内在受伤的小孩 这个做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每天可以找一个时间 把心静下来 然后把我们的专注觉知力 集中在观察呼吸的静跟初上 当我们觉察到吸气的时候 心中清楚觉知自己的入息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我们心中也清楚知道自己的出息 然后在觉察呼吸入息的时候 可以作意想起一件令我们激动和揪心的事情或人 呼气的时候 对这一件事情保持开放 再一次吸气 放下对这件事和这个人的执着和念想 呼气时感受身体内的能量 在吸气时 觉察自己的身体和感受 呼气时 温柔地拥抱身体和感受 在吸气将入息送到全身或心中的感受上 呼气释放身体和感受之内的紧张 最后再次把专注和觉知力 放在观察初入息上面一下子 然后才起身去做要做的事情 书中也强调 如果练习的过程中 在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感受上 生起非常强烈的反应 甚至难以忍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时间 20秒或1分钟的时间 闭上眼睛 试着去接触这个难受的感受和情景 然后睁开眼睛 用几分钟把注意力投放到外面的事物上 比如望向窗外的风景 或者天上的白云 当我们的心和情绪都安定下来 就可以再次接触之前 那个身体和心理的感受 可以重复做几次 这样交替注意的焦点 给自己一些外在安全的基础 也给内在更多的空间 这样我们就会有力量去疗愈内在受伤的小孩了 谢谢禅子老师 今天的分享用正念来疗愈我们内在受伤的小孩 可以配合用光呼吸的方式 来释放和疗愈内在受伤的心结 而且当我们能疗愈自己受伤的小孩时 我们也会有力量去疗愈父母 家人 朋友 以及同事们心中受伤的小孩 确实如此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善用正念的力量 就可以疗愈自己 家人和朋友 或同事的内在受伤的小孩 大家要多练习哦 节目最后祝福大家 在练习正念观呼吸中 疗愈内在的心结和受伤的小孩 也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自在和有智慧 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不要忘了按赞和订阅 也欢迎到我们的正念生活产脸书中 跟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一周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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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